大家好,我是庄老师 中医对向火的研究非常透彻 器官如若大火焚身 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比如我们熟知的肝火旺盛 就是其中一种 除此外,胃火旺盛同样需要提高警惕 胃火旺盛的人往往消化功能比较差 同时还会出现口臭问题 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社交 下面我分享一个去胃火小方法 按摩内停穴 中医认为内停穴就是胃火旺盛的克星 因胃火导致的消化不良 胃酸反流,便秘等等 都可以通过按摩内停穴 得到缓解 好,下面我带大家找一下内停穴 内停穴处于大家的足备部位 在第二个脚趾和第三个脚趾之间 指扑圆后方赤白右肌处 就在这里 找到位置 我们可以用拇指用力的插按 也可以用工具 这样的可能力度会更好的渗透 具体的做法 我们垂直 稍稍用力 往下按 按住五秒 放松三秒 再重复 就这样左右的内停穴 各点按五到十分钟 通过这样刺激内停穴 就可以很好的调理我们的胃火大的问题 胃火解决了我们的口臭的问题 自然就会消失 好,本次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